原标题,F-35隐身战机夜席,导弹发射,以军匆忙逃跑。 俄军,至少民众两架近日,以色列F-35隐身战机,空袭了叙利亚北部阿勒泊国际机场的伊朗系部队戴药库和火流中心。 叙利亚和俄军方面则报道,已经挫败了以色列的这次空袭。 在机上两架F-35隐身战机以后,以军战机匆忙投下炸弹逃跑。 但是,发现以色列炸弹残骸的地方是在阿勒泊,发现的是GBO-39小,直径精确制导炸弹的残骸。 GBO-39小直径精确制导炸弹,是美国雷神公司研发的小型,精确制导滑翔弹药,可以打击移动目标,重新定位目标位置和识别目标的能力。 可以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进行使用,而且射程可以达到74公里,同时,拥有94公斤的重量,长度177厘米。 制导方式是三摩末段制导,草米雷达波,红外引导和班主动激光技术。 这种炸弹的优点就是,重新瞄准,目标更新,状态跟踪,分别选择攻击,终止攻击,目标回损反馈等能力。 是现在,美军最先进的精确制导弹药之一,如果仅仅是GBO-39小,直径精确制导炸弹的残骸,并不能证明是俄军机上两架F-35隐身战机。 只能说明,一军在阿勒波发射了这种精确制导弹药,除非可以拿出更多的证据,比如雷达隐身等等。 在去年,市军也宣称击落一架F-35战机,但是最后,只能证明是一个误传。 但,是,从卫星照片和伊朗媒体报道来看,一军的打击确实取得了成功,已经证实有七名伊朗士兵死于这场空袭,但亚库也已经被引爆。 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虽然表示,叙利亚防空系统阻止了这次袭击,在以军战机发射的导弹,到达目标之前拦截了其中的大部分。 但是,更多的也只是为了挽回颜面,因为对方摧毁了既定目标,而且对方也安全返航了。 而且,一旦被S-200和S-300这种大型防空导弹命中,以F-30N这种体量的战机,根本不存在受伤返航的可能性,当场就会被打碎坠落。 但是,细菌又无法提供战机残涵,因此,击伤两架F-35战机的说法存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